27宗投訴中,大部份是不滿發卡機構採用所謂選擇推出OPOUT的推廣手法 即是要卡主主動通知發卡機構不接受服務,否則在指定時間後信用卡就會升級 當中有投訴人曾經多次打電話給一家銀行,但一直聯絡不到職員,擔心在限期後會被徵收新卡的年費 另外有投訴人未確認升級新卡,其後才發現原有信用卡的積分已取消 消費會提醒消費者要留意發卡機構升級限制及條款,並建議發卡機構更改現有安排,讓卡主自己選擇是否升級